李逵向戴宗说,今天晚上他要到牢房里边批开牢房救他们出狱。 戴宗说先帝,这可万万使不得呀,怎么呢?难道说你们就在这牢房里边等着他们砍你的脑袋吗? 兄弟,你哪知道,这江州城中有五千官兵啊,知府大人把我们两个作为重犯看管,四城门一定严加看守,就是我们两个人有大牢房里边出去,也逃不出去江州。 兄弟不可莽撞从事,好,这个事你就交给我吧,你们甭管了,李逵一转身走了,戴宗想喊他,他头都不回。 戴宗心想,就这位黑祖宗,他什么事都能办得出来,说不定今晚他就真能砸牢返玉来。 哎,到时候再说吧,戴宗跟宋江两个人就是一臂之隔,宋江呢,站到了这道墙的这一面,铁闸篮门的里头,呼唤戴宗。 戴院长,戴院长,戴宗也靠这墙壁走过来了,俩手一扒这铁闸篮门,送得高啊。 戴院长,戴院长,戴院长,你怎么也到监牢里来了? 戴宗,戴宗别提了,事情都已经败露了,职服大人,问出援邮来了,我除了没招任梁山之外,别的事都说了,只是我没有连累梁山兄弟呀。 宋江说,照这么说,你也身犯死罪了。 是啊 大哥 人们不都是说弟兄两个相好 都讲究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 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吗 这回我陪着大哥 一起上阎王爷那走一趟 到来生来世 咱们两个脱胜的亲兄弟 宋江说戴县帝 你这都是为了我呀 大哥 何必这样 做儿女情长呢 为了您也应该 人生在世 江湖弟兄都讲究一个意字了 死算得了什么 大丈夫生而合欢 死而合惧 再过三十年 又是一条英雄好汉 怕什么 宋江说只是戴先帝为我受连累 我于心难忍啊 大哥 不必想得过多 这两位在这儿 谈老娘很近乎 老子和监牢里边的管营阶级 对戴宗和宋江两人说话 一律都不管 为什么 因为戴宗曾经是他们的上级 戴宗为人很好 今天戴宗进了死囚牢了 大家伙对戴宗就多给一些方便 有的人过来还问戴宗 戴院长您怎么进了死囚牢了 戴宗就把这个事情跟他们说了一遍 大家伙一听啊 人家戴院长死 也死得够分 人家是为了弟兄的义气 跟那宋江是好朋友 嘿嘿 这是好样的 你看 进了死囚牢了 他们还都佩服他 到了晚上了 二更天 邦邦 唐唐 更邦想过 这位李逵来了 本应该今天这过半天都是李逵之班 可是李逵没在这儿 谁也不知道这位上哪儿去了 二更天的时候他来了 腰后边别着两把车轮大斧 短霸的 这斧子磨得赠名霸亮 李逵进了牢房之后 直接就来到了戴宗这个铁闸的门外 戴宗 戴宗 戴宗一看 那个庞然大物的黑影子就知道是李逵到了 戴宗赶紧来到铁闸的门里 李逵 你干什么来了 戴德哥 我就您来了 我这就把这锁头劈开 把宋大哥那屋的锁头也劈开 你们两位跟着我一起出牢房 咱们逃命去吧 不行 兄弟 现在外边严加康管 要是官兵堵住咱们怎么办 官兵堵住 有兄弟我这一对车轮大缝 我杀开一条血路 咱们就出了江州了 哎呀 李逵 谈何容易呀 人家人多是众 我们人单是孤 你能冲得出去吗 怎么冲不出去 他娘的 宁可在大街上让他们乱认分尸 也不能在这监牢里边等着挨展 哎 兄弟 万万不可莽撞 不能出去 你不信问宋大哥 他不能同意跟你走 李逵又跑这儿不来了 宋大哥 跟我走啊 我把牢房给你劈开 咱们一起杀一条血路逃出江州 宋江说 贤弟 你这个心情大哥 我知道了 我谢谢你 我就是死了 我得感谢你救命之恩 可有一样 你我弟兄逃不出江州 贤弟 你是个鱼卢之人 什么鱼卢之人 你是个粗人 哎我就是粗人嘛 我粗人就办粗事 我想怎么的就怎么的 您就跟我走 宋江说 走不了 贤弟 听我一句话好吗 我和戴宗死了之后 你把我们两个人尸身 给收敛起来 找个地方埋葬了 日后见到梁山的英雄 你把我们死的经过 跟他们说一下 这我就谢谢你了 你兄弟 你真要把这牢房劈开 我不走 你就是把我堕了 我也不离开这个地方 哎呀 天底下哪有这样的人 宋江说 我看透这步棋了 走不了 不能这么办 如果说我们两个不走 死的是我们俩 如果你要劈开牢房 咱们三个人一块走 死的就是咱们三个人 嘿 好 你们不走 那就算了 可别跪我李亏 不够义气 到了时候 不救你们出狱 宋江说 我知道你够义气 这还不行吗 李亏愤愤然 把斧子往身后一别 转身走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啊 李亏上班了 一进牢房 先喊 这两个死兄 还是我看着啊 这老子们 谁也不敢惹他 知道这位说打就唠 魂不讲理啊 啊 好 李爷 今儿您看着 对 我看着这两个重犯 哎 是是是 那您看着吧 李亏在这转下了两圈 一抹身体功夫出去了 时间不大 有打外边叫进一个人来 这个人手里边滴了个大石盒 哪的 饭馆的 饭馆跑堂的 李亏花了十两银子 值班了一桌酒席 进来之后 把这石盒 放在这走道里 李亏 吩咐 老子 把那个锁头开开 啊 爹 把锁头开开 开开 我让你开开 你就开开 这死丘 这死丘劳案 规定不准开锁头 开这个锁头 得有知府大人的命令 知府算个屁 我不也是劳子吗 啊 我管他们俩 有事 找我说话 哎 嘎嘣 锁头开开了 这也开开 哎 这也开开 铁闸的门一开 李亏一摆手 宋哥哥 带哥哥 出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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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江跟戴宗一看干嘛呀 今天兄弟我在外边 置办了一桌酒席 给两位哥哥 饮酒 押惊 宋江看了看戴宗 心想这真是没有办法 监狱里边的死丘犯 哪有还允许喝酒 还允许押惊的 戴宗一看 只要他不让咱们两个出去 在监狱里边 咱就听他的安排得了 带宗出来了 李亏吩咐牢子 哎 把那么的大桌子搬过来 就撂着走道里 再多搬两把椅子来 小子 你也过来 看这牢房里有两个牢子 啊 我们也过 过来 一块喝酒 哎 椅子都搬过来了 把这桌子就摆在这走道里 十盒打开 菜都摆上 酒也料好了 李回往里坐 先看看这两个牢子 二位 知道为什么让你们俩也坐这吗 啊 今天 给死丘犯喝酒 这可有罪 有罪 你们俩也有一份 因为你们也坐这喝了 哎呀 我说李亚 那您合着把我们抓的一块当垫背的 我还告诉你 你要在这喝 咱们可就是朋友 有罪同当 你要是不在这喝 你俩小子要赶走 给这官报信去 看见我身子后边没 带着福子呢 我就手把你俩脑袋就砍下来 李亚这两天心情不好 我两个最要好的大哥 犯的死罪了 他们活不了了 我也不想活了 我把你俩杀了 然后我自个抹脖子 咱一块都死 要是坐在这呢 咱就一块是朋友 我这两个哥哥死了之后 你帮着我一块给他收尸 你说这两头 你挑哪头呢 哎 那我们俩就陪着在这喝吧 我挑这头得了 哎 这就得了 来 喝酒 李逵坐在这 陪着宋江戴宗 在这喝酒 吃喝完了之后 告诉那两个牢子 把这东西都撤了 让他们两个进监房 把牢门一锁 到了晚饭的时候 李逵照旧 又叫了一桌酒席来 白酒宴 哎呦 这监狱里边大伙都穿开了 这可了不得了 监狱里边开饭馆了 那两个小子眼看要死了 一日三餐都是酒席 就那牢子 在外边往里边叫 谁也不敢管 大伙都知道 说李逵要玩命了 谁要敢管 他就拿那斧子砍谁脑袋 把谁脑袋砍掉之后 他自个儿要抹脖子 碰见这么一个玩命的 谁也不敢往外透露消息 也没有人赶上知府衙门里边送这个信去 一天 两天 到了第三天了 黄孔木带着人就到监狱里边来了 黄孔木见了戴宗 跟戴宗又交了底了 知府大人已经做了决定了 明天就在江州市的大街 对你和宋江开刀问斩 饭油牌都已经写完了 什么叫饭油牌啊 写这么一个牌子 把这罪犯犯罪的原由写出来 写完之后 把这个牌子就挂在行刑的地方 让观看的老百姓 好知道死者是什么罪犹 这叫饭油牌 黄孔木告诉戴宗 这饭油牌都写完了 明天中午五十三个 就在石子大街行刑问斩 戴院长 有什么话 跟我说吧 戴宗听到这里点了点头 说黄孔木 事到如今我没有什么说的了 黄孔木在谈话之间 也跟戴宗讲明了 原来这知府大人 打算立即出展 是因为黄孔木指出来 这三天日子不好 所以才延期了三天 戴宗说我得感谢你 这三天也是对我的救命之闷 你让我多活三天 我死后的魂灵都不会忘了你的 黄孔木说我只能做到这样 我本应该想办法救你这条命 但是我官微知晓 达不到这一步啊 戴宗说我全明白 我谢谢您的 黄孔木走了 戴宗隔着这墙就告诉宋江 宋大哥 明天咱们哥俩可就一起上路了 宋江说我知道我知道 当天晚上李逵又领着饭馆的那伙计来了 大师和第一楼进来桌子摆上 韭菜摆好 把椅子搬过来 叫过两个篓子来 配坐 又把戴宗宋江放出来 喝酒 酒席宴上 宋江和戴宗就告诉李逵 明天我们哥俩就到日子了 五十三刻石子大街开刀问斩 李逵听到这里 当时端着酒杯就愣了半天 这大眼珠子都逛当逛当的 就出了泪水了 二位哥哥 明天他们真要杀你们吗 戴宗说这还能有假吗 国法无情啊 二位哥哥 那么说今天 这是你我弟兄 最后一次剧烟啦 明天早饭也不能再喝了 戴宗说行啊 李逵 在我们临死之前 算沾了你的光了 嘿嘿 沾我的什么光啊 应该说我把两位哥哥就走 我让你们走 你们不走 到如今 想走也走不了了 是啊 你的心机到了 咱们不提别的啦 来 多喝两杯 好 二位哥哥 多喝点 最好喝得个烂醉如泥 明天五十三喝到大街上 看脑袋不焦疼 戴宗说不能烂醉如泥 明天咱在街上还得走呢 我和宋子哥走在街上 得让百姓们看着 我们哥两个是英雄 不是把腿都下软了的皮肤 也对 来 先干一碗 李逵端起酒来 咕咕咕咕咕 干一大碗 宋江跟戴宗也在这喝酒 这天晚上这顿酒 正所谓抽刀断水 水自流 以酒交愁是愁更愁啊 就要行行的两个醉饭 喝这个酒 那是一种什么滋味啊 酒饭吃完了 李逵领着这伙计 把东西收拾完了 李逵出去走了 宋江跟戴宗两个人又进了死丘牢 锁上 第二天早晨起来 按照往常 应该是李逵来到这儿 给他们两个人送早饭 可是早晨起来 李逵没来 这个早饭呢 是监狱里边的老子给送来的 宋江跟戴宗两个人用过了早饭之后 监狱里边的老头就过来了 大院长 宋江 今天是您二位的喜日子 您熬出头来了 请出来 准备准备吧 一说这个话 戴宗心里边就明白了 要出展了 出展之前 得做一些准备工作 戴宗是监狱里边的总头 对出展犯人该做些什么 他心里边都明白 一看把牢门开开了 戴宗迈步走出来 宋江也出来 给两个人换了一身新醉衣 醉衣换完了 戴宗说 走吧 先见监狱神爷吧 嘿 大院长 您什么都知道 咱第一步先见狱神爷 领着他们两个人 到监狱里边见御神爷 这个御神爷 就是管监狱里的神 又叫青面使君 到在御神爷的跟前 戴宗跟宋江 两个人先分相祷告 这这祷告什么呢 就不知道了 你想祷告什么 就祷告什么 给御神爷磕几个头 磕完了头 又打御神爷这领回来 领回来这有一顿饭 这顿饭是行刑之前的 锻头饭 就是你在人世上 吃的最后一顿饭了 这顿饭在监狱里边 按照规定 是最丰盛的一顿饭 甚至于可以说 你提什么就给你上什么 宋江跟戴宗呢 两个人什么也没提 桌子上摆的有酒 这个酒也有名称 叫慈氏酒 你要告别人世了 最后喝了一顿酒 戴宗跟宋江 两个人都喝了几杯酒 几杯酒喝完了 饭也吃饱了 一扑了肚子 一切都收拾好了 这顿饭必须得吃 这顿酒必须得喝 吃了这个饭 喝了这个酒 象征的你够英雄 一般的到这时候 不能吃不能喝了 就说明你吓坏了 今天戴宗跟宋江 也吃了也喝了 完了之后 戴宗就告诉狱卒 得给我们哥俩梳出头了 哎 大院长 走吧 赶进那个监狱里边 有专门给这死秋饭 临行之前梳头的人 为什么要梳头呢 一个是 要让你死的形象端正 更一个重要的原因 古代年间 杀人是砍头 砍头在你脖颈后边 这个头发 都得给你梳理上去 别当刀口 耽误事 现在戴宗和宋江两个人 就来到了书头的这儿 让他给书头 书头就拿过这书子来 蘸着胶水 梳理他这个头发 把他脖梗子后边 所有的绒毛枪叉的头发 都往上梳 跟这个上边的头发 粘到了一起 头顶上 挽一个压脚嘴 用簪子 重新给他别好 梳理完了之后 这个书头的 冲代宗和宋江点了点头 二位 头发梳理完了 你可以走了 这话是一语双关的 一个是你可以从我这儿离开走了 一个是你可以从人事上离开 上阴间走了 戴宗和宋江两个人又打这儿出来 出来之后 大家上上 帮进中午了 劳门开放 劳门外边 都是戴刀的官军 立立两旁 形成了一个人胡同 宋江和戴宗 两个人身带重家 迈步望迈走 走出牢门 面前预备着两个木龙 木龙门打开 让他们两个进了木龙 夸 木龙门一关 嘎绷一上锁 风挑一封 推着两个人 在木龙里边 顺着长街望前行进 木龙前后左右 都是戴刀的官军的 生怕在这个时候 有谁揭奪法场呢 在街上这一走啊 大街两旁边 那简直是人山人海 全江州都知道 今天在十字大街要杀人了 那人简直是里三层外三层啊 人挨人 人挤人 人碰人 人撞人 男的女的 老的少的 这个扒着那个肩膀 那个蹬着那脑袋 怎么还蹬着那脑袋呀 感觉那个在那 狮狮子上坐着呢 那脚正蹬那脑袋 都往这人群当中看 要看这两个罪犯什么样 对宋江 这江州人不太熟悉 对戴宗 可有很多人都认识 哎呦 那不是那戴院长吗 就是啊 管劳成营 管监狱的 这管监狱的人 怎么今儿也掉脑袋了 谁说不是的呢 哎呀 议论纷纷 说什么都有 他们两个人的 木龙秋车 在大街走 前面是宋江 后面是戴宗 戴宗在这木龙里边 望左右观桥 戴宗心想 我所看到的很多犯人 都是这样走上刑场的 没有想到今天我自己 也是这样走上刑场啊 这就叫生有处 死有地 戴宗该当如此 推着木龙秋车 就到了十字大街这儿 十字大街这个发场 早就有人给打扫干净了 旁边用两根柱子 绷起一面卢席 这卢席上边贴着这个饭油牌 饭油牌上是这么写的 罪犯一名 宋江 提音反尸 蓄意模反 勾结灌匪 背叛大宋 律展 罪犯一名 戴宗 于宋江 沟通一气 暗传私信 御意接牢 律展 监展官 江州之府 蔡德章 有人认识字的 一看这个饭油牌 就知道了 这两位是反判罪啊 反判罪 在宋朝年间 那是最大的罪 立即就斩 不等秋后 现在的法场周围 几百名官军 都已经给圈上了 狮子街 哪面也不行走人了 不光这狮子街 现在就是四城门 进城的人 都得严加盘查 没有重要事 都不让你进城 可就偏偏在这个功夫 那城门洞那有一伙人 就愣妖望里进 干什么呢 梁山上来的人 梁山上怎么来人了 咱说了 戴宗从梁山寨走了 军事无用 他们准备着 要解脱宋江的秋车 戴宗走了之后 梁山上的军事无用 琢磨来琢磨起 突然一拍巴掌 就坏了 把朝盖等人都吓了一跳 说怎么坏了 无用说 有一个漏洞 什么漏洞 无用说 那个图章盖得不对 我什么事都想到了 竟给那个信的措辞 要下功夫了 就没考虑这个图章 那图章刻的是汉林菜经 汉林菜经这四个字 就等于告诉人家 这是一封假信 戴宗把这封信带回去 交给江州之府 江州之府一定能看出这个破绽 他要看出这个破绽来 戴宗也就成了罪犯了 朝盖说那应该怎么办 军事无用跟朝盖两个人合计了一番前思后想 没有别的办法了 只好众为弟兄乔装改办 告奔江州去打救宋江和戴宗 于是梁山上众位好汉聚集在一起 合谋了一个计策 他们决定有十七个首领 带领一百名楼楼 星夜间城躲避官府的盘查来营救好友 就这样 他们奔江州来了 来到江州城外就已经听说 今天江州城里要杀人 杀的这个人是戴宗和宋江 朝盖等人一听可就着了急了 说咱们必须今天赶进江州城里的结发场 那么怎么进这个城呢 朝盖和吴勇一合计分三路望里进 第一路就是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 再加上白日暑白胜 这四个人算一波 这四个人乔装改办成打靶是卖艺的 扛着刀枪靶子奔城这来了 刚走到城门这 城门君把他们结住了 哎 别忘了你走了 干什么的 哎 我们是卖艺的 卖艺的 今天城里边出红差杀人 不准你们往里进 哎 我说老爷 出红差杀人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呀 您放我们进去嘛 我们到里边是户口卫生 闲杂人等不准进城 我们不属于闲杂人等啊 闲杂人等是没事的人叫闲人呢 没活干的那叫杂人 我们也有事也有活 怎么能说是闲杂人等呢 哎 您开个天恩 放我们进去吧 我们都拉家带口的 看看面子 你看如何 说这话 他们往里就走 几个门君把他们就堵住了 告诉你们了 不许往里走 那你不许往里走 什么时候让我们往里走啊 什么时候 等城里边把人杀完喽 再放你们进去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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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